現在時間是早上大概四點多一點 就是女人在依然有一個造型的工作 那隨便介紹一下她昨天買的植物 結果標籤還沒有吃掉 很可愛 晴夜柔 等一下幫我綁頭髮 早早開車要出門了 等一下應該是不太會塞車 因為現在還漲 預計過去大概四十多分鐘而已 剛剛看導航四十五分鐘左右 只是因為對方的家裡 可能在田中間不是很好照 所以要稍微早點去彈路 那如果時間的話就買一個咖啡這樣子 等一下出發囉 什麼表情 然後我已經綁好頭髮 等一下就可以出發了 先去開車 那就出發囉 還沒有行的西門町 現在真的太早了 有人說她從來沒有看過 這一排有放過腳踏車 我要拍給她看 這邊真的是有腳踏車的 只是可能她每次經過的時候都被騎走了 等很多時候順便介紹一下 主緣新買的手機的CD-code 因為原本舊的有泡泡燒 太厚了 手機架裝不上去 那這個真的很薄 很方便 來用一用開 車停在老松國小旁邊 剛才路上看到很多司機大哥很辛苦 就是在車上過夜 好啦 我去接人囉 一小時後 這寶寶在看 我們到囉 那我們打開了 非常準時 要去工作了 拜拜 那我先走囉 拜拜 我很順利的把女人上來宜蘭工作了 現在是宜蘭的早餐 早安 在路上隨便找了一間Seven 來休息一下 現在時間還早 天氣很不錯喔 Seven裡面的店員剛剛在看我 他想說 為什麼門口停了一個奇怪的車子 然後一個人在那邊自己一直講話跟錄影 笑死 其實肚子有點餓 可是因為現在我在減肥 所以要到12點才能吃 那我就先在車上睡一下好了 在這邊休息應該是滿安全的 拜拜 我跑來Seven裡面吃東西 因為實在肚子太餓了 然後車上很熱 因為我沒發動 沒有開冷氣 所以進來裡面 自動吸吹冷氣 其實滿餓的 但是早上又不知道要吃什麼 所以就吃了一個鴨肉冬粉 我是以為這樣比較不胖 有沒有 有人剛剛化妝到一個段落 然後來找我 請看 這個紅綠燈也太快了吧 馬路超長 然後給人家13秒 到底要逼死誰 辛苦你了 好啊 你要到車上嗎 現在很熱喔 我想要拿去吃飯 好走 他又買了一杯咖啡 大杯美食 然後買了一碗粥 現在正在吃 到底多餓 等一下剛剛會有便當可以吃吧 女人現在要回去工作了 我剛剛跟他說 這個紅綠燈只有13秒 他嚇到 現在剩3秒2秒 然後才過到馬路的一半 這路口到底是要逼死誰 好可怕 天氣超好的 默默的一個人走回去 掰掰 很酷耶 你看他有送這個 不是送這個啦 就是有標示 已經到餐廳了 然後現在 有人要去工作了 有人說他屁股很大 不讓我錄 你看 在田中間的餐廳 是不是很酷 好啦我也要去找東西吃了 大概等他 三個小時左右吧 希望一天順利囉 這台不是我的車喔 終於結束了 唉唷我要跌倒了 我狂打了9個小時的電動 他開心喔 對 沒有他沒跳出來好不好 我們終於到了 老闆說停隔壁 這邊還蠻漂亮的 也是一個在田中間的建築物 你說隔壁那個空的地方 好 停車場超大 是隔壁這一棟 我覺得應該先沒有人 然後請看這個人 哈哈哈哈 他就在路邊這樣打開他的行李箱 他這個要放回車廂嗎 好 有奇怪的鳥在叫 而且等一下會有很多尾 他這邊超酷 他就是這樣 所以喝醉酒的時候 真的走這邊要很小心 要不然會摔倒 然後有種一些很奇妙的植物 還蠻可愛的 池子是沒有很深啊 建築物蠻漂亮的 就細細長長移動 今天說不定包場喔 有人現在要下樓就從他這裡來 來看一下我們的房間 很大的門 進來之後咧 立刻會看到泡澡浴缸 很酷喔 旁邊是淋浴的 然後直接可以看到外面的景 床就在這 地上還有鋪這種 鵝卵石 然後這邊是洗手台 很酷 整個感覺就是住在廁所裡面的樣子 那馬桶就在這 很妙 他這邊還有一個室外 如果抽菸的朋友可以坐在這裡抽菸 他還有副業會幫 這邊的景也很漂亮 就是看下去是一片田 那宜蘭稍早的時候天氣比較好 現在是有點陰陰的 這邊咧就有電視 我們非常聰明自己帶了 五哥的電視吧 因為這個房間 他比較潮濕的關係 畢竟浴缸在裡面 所以他這邊就有配電風扇 跟除息機 然後旁邊這邊就是一個 小冰箱 我剛才把它打開了 你看這個人 他在外面喝咖啡然後放鬆 一個很正常的民宿 然後一些很基本的備品 牙刷之類的 然後他的燈在這邊也有開關 後面這邊就是 床的後面有車風機啊 浴巾啊 衛生紙等等 他放了一隻很可愛的狗 不知道老闆在想什麼 我剛試了一下 他水還蠻快熱的 不然你也可以來泡澡 他床旁邊的景色也蠻棒的 就可以直接看到樓下走進來的地方 車子停的地方 第一次住這樣的房間還蠻妙的耶 現在只用電影集模式拍攝 你看旁邊那位小姐 她非常的模糊 然後我很清楚 對照對在妳臉上嗎 好像妳有 有嗎 有了 眼前景色還蠻美的 出發 我們現在去吃東西了 走 天氣還不錯 至少沒下雨 正好路過一間全點 順便來買一下 晚上要喝的酒 這樣就不用再跑 繞過來一次 我們後來決定要去吃火鍋了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蠻強的 重點是這座的地方比較遠 所以 吃的東西不好去啊 可能看妳要不要買東西回去吃囉 要嗎 不要啊 就吃就吃夠了還買 還要吃 好啦 又來了又要兇了 拜拜 有人剛剛很擔心沒有客人 殊不知人家只剩把財喔 她這個菜單還蠻酷的 是木頭做的 然後內衣也感覺蠻高級的 我來看看 那個飲料的部分可以自己拿 然後 還有很多醬料 這邊還有湯底 跟冰淇淋 妳要幫我拿喔 我不知道有什麼欸 妳要幫我介紹嗎 紅茶 喔 我今天點的鍋是 番茄鍋底 這個再加50塊 然後它就會有番茄這樣 然後菜盤在這裡 然後我選的是烏龍麵 因為寬豆粉 它的菜盤非常的正常 我覺得這個麻辣好像很不錯 這個有豆腐跟鴨絲 我會有點厚厚 我應該選這個 後悔莫及 這就是專業的筷架 很可愛吧 就是用它筷子的湯匙做的 有了已經迫不及待再放了 挺滾 超好吃的 剛剛送上來的梅花豬跟鮮蝦蛤蜊 這很遠點的 就是海陸雙拼 選兩海鮮 那是什麼表情 好像很想吃 我的好久還不滾喔 有了已經看吃了 好想吃喔 有啊 你看好滾喔 看到我的覺得 哇很豐富 它雞腿又是大片的 而且還要帶皮喔 然後我家的海鮮是 那個加什麼 厚抽 厚Q 我們終於回來了 現在一次晚上囉 這邊還蠻貼心的 就是會有燈 讓你看得清楚 避免失足落水 要回去休息一下 然後就可以泡澡 好累喔 他已經洗好澡 現在正在享受泡泡泥 舒服嗎 嗯 好像很棒 我也要泡 好啦 我們終於要離開這了 都是把窗簾開的 窗簾沒打開嗎 窗簾沒打開嗎 那我去打開 今天早餐很好吃喔 這是他做的早餐 很美味 給它100分 走吧 你已經拿了所有的行李喔 嗯 哇靠你就可以了 很棒 你真的很壞喔 謝謝喔 出發 天氣不錯喔 你看他穿鞋的姿勢 很醜啦 太陽出來好漂亮 欸後面還在雨堤 是不是應該再來一張合照 昨天拍的時候有點晚 可以啦 先去保持一放 蛤 可是我要在門口拍完 我沒有再走過來 剛剛停在我們旁邊的老師還是凱走 好不是老師還 也許是凱迪拉克啊 我不知道什麼車就是很高級的那種 我覺得有點心經濟 你確定要在田裡面開 對 我開始擔心 我們來到這間咖啡店 很可愛 叫光宅 我們在這邊吃日樓 據說這邊視野比較好 好 這樣說得到你嗎 剛才這位小小小 去樓上想要上廁所 他一直叫我小聲 然後跟我說 廁所的門 退不開 可是敲了沒有人回應 然後現場有其他兩組客人 都沒有人理他 他就想知道說怎麼回事 於是就派我上去 然後我一上去敲了門之後 就去上廁所 你知道為什麼門沒辦法退開嗎 因為門是用滑的 不是用盾 室外也不錯 還有很多露營的椅子可以坐 在這裡 居然不停 住 居然不停